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评价系列有来啦 今天来到现场是2013年的 Mazda 2 这个1.5的 这是小诗在之前有拍过一个影片 看这边连结 我票选出30万代步小车的第一名 那第一名有6成以上是因为它的外观 非常有设计感 其实它从2008年到现在已经14年的时光了 现在看起来应该还是蛮可爱的吧 还不错整个设计感 那好的设计感就是这个历久不衰 那带大家看一下当初这个有三个等级 67万9 69万9 还有一个SPORT版73万9 这个679跟699我记得插一个免钥匙启动 那都是15寸的铝圈 然后顶级SPORT版本呢 有iKEY免钥匙启动 那也有这个16寸的铝圈 内装稍微有点不一样 那都是一样是直列四气缸 然后四速自排 首先带大家来看一下它外观 我真的觉得它外观这个灯设计很可爱 它有熏黑 那这个微笑也符合当时 马自达的这个微笑马3 15寸的铝圈 185 5515吧 轴距很短喔 轴距只有2米4多不到2米5 然后后面你看 我觉得它这个小 短的这个席柱小小的这个交友孔还蛮可爱的 然后后面有一个这样高尔夫球一样 跟A34一样 防LED这样一点一点的 这是假的啦 它只是把灯壳做成一点一点的 然后我觉得它后面的这个灯的造型也做得很可爱 很像那个年代的马3马5都有这样的设计感 然后又缩小 大概就是那种感觉 屁股短短的非常的圆润 然后这边有一个按钮 就是开启后车厢的 普通一般 好看一下内装 内装它的皮椅是采用红黑的设定 那门板就全部都塑胶 帽布车就是都这样啊 那方向盘盘径我觉得还蛮刚好的 然后它的方向盘调整我记得只有上下而已 而且上下其实幅度不大 就短短这样而已 然后这边有一个大灯的调整 没了 然后我很讨厌车子的高低 可是转盘的其实也很讨厌啦 反正椅子调高低好像就只有这两种做法 一种像划船嘛 爱的小船不会划 因为你开马自打 彩虹铃 上次是上彩虹铃 其实转的也很累 所以我真的觉得算了 反正这个就是 我常在说其实电动椅 很多人就说有没有电动椅 可是我真的觉得电动椅的存在 对我来讲我是觉得没有那么必要 车我的驾驶座我调一次 好了我就再也不会动了 除非你借了 我知道有些人是什么 一台车家属里面很多人在开 他们就会care 爸爸开过 儿子又要开 老婆也要开 妈妈也要开 大家轮流开 就每开一次调一次嘛 那些人他可能会觉得说 有没有记忆电动椅很重要 那你对于像我的生活习惯来讲 我觉得没那么重要 我就调一次而已 永远都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他也没有电动椅 就是手摇的 那我觉得他这台车有一个很棒的地方 我跟大家讲过 我老婆是很在意前面的脚步空间 你去那边拍 这个脚步空间真的很大 你看喔 他这台车椅子现在退到最后 其实脚步空间真的很大 阿呆你坐上来拍一下你的脚点 你看看 这个在小车里面 我觉得脚步空间真的算很大 你看阿呆的脚可以伸长 有没有 完全直 还是我脚短 没有这台车本来我觉得 就是比较大的 所以我觉得这台车的 蛮适合小家庭两个人 因为你推到后面其实后面没位置 等一下我们再去看后面 好这是我驾驶座姿 然后你看喔 他前面的仪表板设计就是圆圆的 很圆润很可爱 蓬蓬的 有没有 都是塑胶的不用看了 然后我很喜欢的圆形出风口 有没有 我觉得这是最方便的 不容易坏掉 除非你很暴力 要不然这种国光号出风口真的很方便 没有其实这不叫国光号出风口 国光号出风口 我记得以前小时候做国光号是转的 冰式的比较接近国光号出风口 这种就是游览车出风口 对这是游览车出风口 国光号是用旋转的 中间有一个扭可以这样 你知道吗 人家说现在不能随便对女生唱 放进去一下就好了 会被告 会被告 那你如果看到女生这样 这样会被告吗 会 这样会被告 他不舒服就告 你不能这样讲啊 有些人看到阿呆说 阿呆我看到你我就不舒服 那就告你这样 不对吧 不能这样吗 我在转空调啊 不一次转一个 要一次转两个 哈哈哈 就类似这样啊 对不对 好然后它这也没有 这边这个方向盘上面 它就只有双安全气囊 方向盘上面呢 就只有这个音响的控制钮 那我记得等级高点好像有定数在这边 我没记错的话 因为太久了 然后它是机械式的恒温空调 所以它的空调转盘上面有个AUTO 然后这很简洁 就一个AC的按钮跟后充的储物 三个 诶没了 简简单单 然后这个排档杆 旁边附一个OD档 旁边有一个小按钮是OD档 你知道OD档是什么 你如果把它亮到hold的时候 你就是到三档就不会上四档 那你如果把这个hold的灯号取消 那你就会可以往上四档跳 会跳到四档 大概就是这样 简单讲就是这样 人家说四档是省油档 所以你hold住以后呢 不要跳到省油档 它是为了不要让你在这个市区高速道路 三档四档平凡的上上下下 因为市区有可能 你刚上四又红灯又跳三了 你可能刚上四 前面又稍微塞车你又跳三 在那边平凡的跳档 所以它的用意是说 让你在市区的时候hold在三档 不往四档跳 那这样会比较省油 然后这个就是中间有打孔的 红色车缝线的甲皮皮椅 然后这个很有趣 它这里做一个小空间很可爱 等一下你这个小包包 放在中间 还蛮有趣的 一般都做连接 所以它这座悬浮式的排档座 这边就空了 然后这边我很喜欢的另外一个点 是除了这边有圆形的杯架以外 后面还可以放方形的杯架 而且你可以把这个档片拿起来 我之前是不是一直在嫌说 可不可以放方形饮料 那这个就符合我的需求 那中间 中控台上会有一个点烟器的插孔 跟一个USB AUX的插孔在这里 没了 没有扶手 有一些会自己加装扶手 这以前都买那种外面的那个麦呢 插进去有没有 那种扶手 而且那个扶手前后还要锁两个杯架 萤幕前的观众朋友 因为老屁股一定知道我在讲什么 那种仿的直接插进去 然后还可以掀开 里面可以放东西 前后还可以锁 各锁一个杯架 还蛮有趣的 自己扩充 好我们看一下后座 现在这是我开车的坐姿 那这边是退到最后 我们去看后座剩多少 我看 我的脚甚至拿不进来 我的脚要从这边进来 在这边就卡住了 有没有 挖到坐 我就只能这样被固定 然后上面的空间剩一个圈头 然后门关起来看看 这只能做小朋友 好不好 所以我刚刚讲小家庭 你像我跟我老婆两个人一只狗 这个就很够用很棒 代步超棒 或者是你们夫妻两个加一个小baby 那再来如果需要小孩大一点 国小还OK 国中 国小国中 你可能老婆就要往前了 老婆就不能这么享受了 大概就是这样 然后它这个椅背也是一样 六四分离 不平整 你这样拍就知道不平整 有没有ISOFIX 有 对吧 好看完了 总结就是一台 我觉得外观跟内装 都做得很好 而且又是日本进口 日本组装的 待会我带大家出去看 试开看看就知道 它的组装好不好 开小车不一定要 勉强自己享受很大的噪音 或是很哩哩啦啦的内装 因为是十年的代步车 当然现在新车很多都更棒 那我说以十年来讲 你想要买一台代步车 其实不一定要忍受那种很差的那种车况 或者是觉得没有那么可爱 但我换一个角度讲 这个每个人的审美观不一样 我是觉得 这车不管外观内装 开起来的感觉 都还蛮符合我的需求的 所以我推荐给大家这台车子 那我们就上路试看看 走 Ultra Dash Z3 地表最強的Dual Lens 30万的小车 这是我的第一名 当然百分之60以上的原因 是因为它的外观跟内装 我真的觉得它的外型真的很可爱 但其实开起来很好开 我马沙拉D一两个月没开 因为包含确诊 大概两个月 我都开马耳 超级方便 我跟你讲喔 你开马沙拉D 开久了以后啊 你忽然开马耳 你觉得哇 另外一个世界 方便吗 有个轻松方便 扭着整个在市区穿梭 回转啊等等啊 我都觉得哇 超级 轻松 而且心态上放松很多 你贵的车开久了 忽然开到便宜的车 你心态上会轻松很多 这个车为什么我说它超重 你看喔 它方向盘 两圈多就到底了 而且它这个方向盘 有一点点的重量 你看它没有虚位 所以其它操控感是有的 完全没有虚位 它车一直晃 然后再加上它稍微 重手的方向盘 其实路感是很明确的 开起来也不会有那种 觉得放弃自己人生的感觉 你知道 放弃人生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方向盘过轻 你会觉得自己很像打电动 像是汤姆熊 像头文字笔那样 这个感觉起来就是 很没有feel 它的这个方向盘 我觉得 算是路感蛮明确的 再来一个是它 回转半径 好像扯4米9 回转半径有够小 虽然你只是想要代步 你觉得你很像 不想花太多的时间在车身上 可是你开了一台 又不会让你觉得是 一个便宜啊 没有设计感啊 讲难听一点 你觉得自己的车也不可爱 不好看 你只是为了 当初为了可能它便宜 它省油 它好照顾 你只想代步 然后就随随便便 买了一个 可能路上到处都是的车子 人家口中的很好照顾的车子 风切声大 吵底盘也吵 那引擎声我觉得还OK 不会有那种 觉得自己很软弱无力的感觉 因为至少它是四速四排传统 风切声也蛮大 可能因为人家这个有穿情雨窗 跟它大概一样 傻了 其实情雨窗蛮方便的 我在这边要帮情雨窗 叫做什么 西白一下 平反一下 其实情雨窗是一个很方便的东西 它最方便的地方是在于说 通风 你真的有些人 开车不喜欢开冷气 我是很喜欢开冷气 我是喜欢把外面都阻隔开 所以我在车上 其实我不太会去开自然风吹 但有些人喜欢这样 我知道 有蛮多朋友喜欢这样 然后呢 第二个是 如果下雨天的时候 你也可以通风 雨水不会泼进来 那以前我跟你讲 我记得好像拍Reppy 还什么车的时候 我就有发现一件 没有情雨窗的车 你只要下过雨 你车上有水珠 然后你从无又没关 你稍微冻一下 那水全部进来 所以它一滴下来 整个都滴在你的门板 跟你的手上 反正就是大概 情雨窗就是有这样的好处 那最大的坏处就是 风前一声真的会变大 然后我曾经情雨窗 噴掉过 你知道吗 很危险喔 我有一次晚上 这个我那时候看Elyza白 就是我的A250手牌那时候 我有装一个内砍式的情雨窗 内砍式还会飞走 没有内砍式 但是好像它后来没有砍进去 我不知道 高速公路一台VMW 不知道我忘记 好像五系列还多少 呸 它一直在我后面 追得很紧 突然啪我去 再往后飞 它嚇死 然后后来进了隧道 我就开 有速度有慢下 因为晚上没什么车 然后它就开到我旁边 我想说要死贏 你知道黑色的VL 五系列到我配的车 我情雨窗又噴在后面 是要输贏 他说有并排 我就窗户摇下来 我就问他说你有没有怎样 他说你情雨窗掉了 我说我知道你有没有怎样 他说没有没有 我说有没有打到你 要不要出隧道以后 就是我们 旁边停一下看一下 他说不用 没事 然后他说 不好意思 巴巴 关起来就走 怀念枪枝没有那么泛滥的时代 所以情雨窗还是有一些坏处 但因为我们卖二手车 所以其实大部分情雨窗回来 我们大部分都会检查 因为它的黏度会失效 有时候情雨窗都是用强力的双面胶黏 所以我们担心失效 我们都会检查一下 如果真的有失效 没那么年脱落 我们就全部都把它撕掉 现在其实装情雨窗的新车 越来越少了 你看基本上 我觉得这个车就是一个 很好的代步小车 而且我觉得它做得够扎实 所以其实它开起来 我觉得不会让我这么的 没有安全感 当然相较于这个 现在的新车 动辄六个安全气囊以上 什么跟车 一大堆配备 那基本上这个车 代步车 它其实配备也没有那么多 等一下最后 我再跟大家分享这个车 在市场上面的价格 好不好 还有哪一些 你没有查到通病 没有 没有通病 我刚刚还有特别去问巨隔 就说这车没什么问题 哇 好 我们都会了解 因为的确 我在实物上面 是马二 我卖出去的马二 其实真的 没有遇到什么 会重复发生 遇到的问题 经验上面 除了一些耗材更换 那基本 什么车 老车 中古车一定都有耗材的更换 但是其实实物上面 我们是没遇到这么多 有重复在修理同样东西的状况 所以我才特别再叫阿呆去 网路上查一下 看看有没有车油 网路上有没有一些反应 说这个车有什么比较多 比较常发生的通病 阿呆说查不到 然后问我们小陈 小陈好像说他觉得 他也没有遇到什么 比较常重复修的问题 就代表什么 我推荐这个车是没有错 这个车我觉得 有它保值的道理在 它刹车其实蛮线性的 不会有那种很 刹的点头很急 但是线性就是 也不会让你觉得说 刹不住的感觉 有点危险的感觉 基本上是一台 我觉得 我还蛮满意的车子 而且它过 我现在过这个坑洞 它都不会有那种过渡燃料 我记得这台车 大概一吨左右吧 1000公斤左右 它是1498cc 这个105匹马力 13.8公斤米的 一般般 1500 可是你觉得它1500 会不会不够力 其实还好 因为它车也轻 所以等一下我起步踩一下 你们看 其实起步反应真的还蛮不错 起步反应还不错 而且它的起步反应不错 不是那种 像那种Toyota Toyota的起步 更轻快 它是会让你 起步会让你头像晃一下 你如果踩得急的话 那这个不会 它这个起步是 也是一样比较线性的 而且不会让你过分的 充 很稳定的一台车子 开起来会觉得 比较有稳重感 不会有那种 点一下就 点一下冲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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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要用你的脚 当然那个车子都习惯就好了 你不要踩那么深 你这控制你的脚 可是我觉得整体上来讲 我觉得是一台蛮稳定的车子 开 要上山路开看看 我现在都很少开山路 你知道吗 还是阿呆比较好 回家可以开山路 看那山路很爽 你不觉得 很爽啊 觉得是差点滑掉 对 你又差那么快就不要紧 到时候 撞到阿呆就卖身了 没有出过事情都不会怕 我跟你讲 一招被蛇咬 十年怕草神 你不觉得很奇怪 被蛇咬的是一招 为什么十年要怕草神 哈哈哈哈哈哈 哈 那有刚刚什么 明知山有虎 黑马浦山 不是 别去明知山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你知道 一曲同工之妙 哈 明知山有虎 别去明知山 明明明明明明知山就有老虎 干嘛去 綠麻龙摩 世界最大隔热子生产商 官方的油耗是这个 市區是10點多公里 高速15點多 平均13點多 我覺得以代步車10年左右代步車來講 這個算平均水準 10公里以上我覺得就是 不像現在動輒15、18、20 在那個年代10年左右的車子 他們的平均就在10公里 就是一個很穩定的表現 正常的表現 可以上車 NO 它這個有S檔 有嗎? 有啊它有S檔 我先看一下正常 沒有啊這裡沒什麼正常 它就是引擎的大聲 爬山就是這樣 這台車唯一的那個就是 其實四速自排都這樣嘛 你現在看到四速自排的車 西速不夠 爬山就是一定要有聲音 不過它還OK 它就是在起步的那一段 你如果想要比較急的上山的話 上斜坡的話 那它會有一陣子 其實上來以後 你看現在速度起來以後 就引擎聲就還好 那四速自排其實最大的壞處 就是你有時候會在一個 你找不到該用幾檔來行駛的 那種狀況發生 以前常講嘛 三檔太慢 二檔引擎聲又要讓它一直叫 所以就是找不到一個適合的檔位 所以現在的變速箱 才會越做越多速嘛 不會OK啊 其實它避震器支撐性都還OK 我以為 我覺得這台車它避震器 我不知道它有沒有換過啦 可是正常來講 因為10年了 沒換過應該要有點衰退 不過我試這一台車 現在跑8萬公里嘛 2013年了 其實我覺得它的避震器支撐性還算蠻Q的 也不會有不舒服的感覺 也沒有什麼異音喔 以小車來講 我真的覺得這樣子的一個彎道反饋很好 它不會有過度的餘震 蠻Q的喔 它的那個震動行程其實沒有很長 然後再加上它的彈簧設定 我覺得配得不錯 也有可能是車不中 我覺得它這個底盤設定的還不錯 我記得它前面是賣花城吧 後面好像是拖曳幣是不是 而且我之前跟大家分享過 一台好的車子啊 它給你的感受 你不看速度表的感受 是會低於它的時速的 其實剛剛我們在下坡的時候 我們一度看到XX公里 你有感覺有開那麼快嗎 體感沒那麼快 體感可能是XX公里 好 比如說 所以其實一台車子 這麼小的車子喔 它可以做到讓你覺得 你的體感是低於實際的時速的 那就代表說這台車 不論它的底盤結構 它的紮實度是不錯 它車內很多的小車 車內會過坑洞會噼哩啪啦 噼哩啪啦很多雜音 因為我發現這台車 已經10年的車了 我們在過那麼多的坑洞 剛剛那個男生路那麼爛 它沒有內裝的 其他的一些 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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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聲音 我為什麼會特別強調這個 絕大部分的小車 它設定出來就是要便宜 所以它可能它的組裝 它的塑膠用料 它的地毯 任何東西都是比較陽春的 講求這個利潤 那這一台為什麼我會推薦 就是它是日本進口的 我覺得當時10年前 在日本還沒有放棄自己的時候 有沒有 還沒有這麼 還有職人精神 現在日誌好像已經不是 完完全全品質保證的感覺 但那時候我覺得 真的日本的組裝 日本的東西真的還是有差 現在應該還是有差 只是沒有以前那麼神 我覺得 好 所以說它也沒有其他 過分的一些 內裝的那種異音出現 我覺得這個是很值得 提起的 特別講 晚上囉 沒什麼光了 然後我現在跟大家分享一下 基本上 這一代的馬三在2008年到2013年 這六年期間都有生產 它當中經歷過一次的小改 外觀內裝稍微更動 那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車市面上的一個行情好不好 基本上呢 08年到10年 就大約我們這個二手車上 在所有價格 大概就會在 10萬到16萬之間 然後10年到13年 那大概就會從16萬到25萬之間 那甚至車況好的 2013年的再更高一些都有可能 到將近30萬的手甲都有機會 如果你顏色正確 里程正確 然後你是這個Sport版本的話 Sport 超過25萬也是有機會 好不好 那以我們2013年的為例 因為我也不知道這台車 這台車剛回來 也還沒有完全檢查完 沒有準備完 不知道成本多少錢 但我想它的售價應該會在30 出頭萬吧 我猜 應該會在30多萬 那這個價錢呢 你覺得算貴嗎 我坦白話講 其實啊 同年份的Yaris 也差不多是這個錢 然後再來一個 同年份的FIT 也差不多是這個錢 那這個當然 我舉的Yaris Fit 跟這台馬二 都是市場上比較 熱門的小車啦 基本上都會有各自的支持者 但是呢 比起新車的價格 馬二貴很多 因為那個FIT 只有當初最貴就是VT-S669 然後Yaris 我記得那時候最貴 也是大概65萬左右 那這台已經都 從679 68萬到73萬 74萬 所以以新車的價格來講 它是更貴的 而且呢 只有它是在日本組裝進口 當然新車的時候 你買你覺得太貴 CP值在低 到了二手車 它的價錢 如果跟FIT跟Yaris是差不多的 那我就覺得你可以考慮一下 如果你是要買一台 代步小車的話 當然FIT有FIT的好處 Yaris的Yaris的好處 那這個外觀跟內裝呢 那就是這個很主觀的 好不好 這個你們消費者 可以給你們參考一下 差不多的錢 你可以有日本進口的選擇 啊對 最後我很久沒跟大家分享 大家一定會想 日本進口買回來 維修維護會不會很貴 那我這邊整理了一些 大致上這台車耗材的一個零件的價格 跟大家分享好不好 你如果說以發電機來講的話 一般零件 因為發電機都是用翻新的啦 已經沒有分什麼全部原廠 二手車大部分都用翻新件比較多 翻新件來講的話 大概三四千塊錢 發電機的價格 壓縮機比較貴喔 壓縮機 翻新的一顆應該要六千塊左右 引擎腳的價格 從一千六到三千多 那避震器的部分 原廠的我剛講都是原廠的 只有發電機跟壓縮機 是這個翻新的 然後避震器呢 大概一支是在兩千塊左右 一千多 它有分前後 從一千多到兩千多 前面應該是一千多塊 比較貴的那支就兩千多塊 然後水棒補一顆 原廠的是在兩千多塊錢 海洋感知器就貴了 海洋感知器這種感應器的東西 電子感應器的東西 好像這個有分前後吧 比較便宜的三千多塊 比較貴的六千多 海洋感知器就比較貴 好不好 所以這個除了享受它的CP值以外 其實你要記得 日本進口雖然它的組裝 是比較紮實的比較好 但是它的零件相較之下 就會比剛剛講的BIT YS貴很多 那我覺得這個是一台 30萬左右 30萬以內 因為你如果買到08年到10年 你應該二十幾萬 了不起都買得到了 都買得到了 好不好 這個給大家做參考 你知道誰可以擊敗美國隊長嗎 誰可以擊敗美國隊長 誰可以擊敗美國隊長嗎 誰 越南隊長 為什麼 我不跟你講 對啊 我今天都沒有宣傳我這個衣服 你的打歌服 對啊我今天穿打歌服 MV上線了好不好 提供連結大家去看一下 大家這個很認真的指導 當導演指導 好啦 影片到這邊好不好 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訂閱留言 分享開箭 我們到下次見拜拜 I can make time call me obsessed stuck in your gravity body so hard gotta confess I'm loving this energy And honestly blind Like you can't believe You finally get this all the time I'm loving this energy I'm loving this 不是你上次把我說男女朋友吵架那個剪掉了 我說男女朋友吵架 以及很多男女朋友在交往的時候都會設定一個名詞嘛 周星馳的麥芽糖有沒有 你有沒有看到麥芽糖 反正吵架就是要說麥芽糖 那就是要結束吵架這樣子 可是現實的狀況會怎樣你知道嗎 男女朋友一吵架你說麥芽糖 糖你媽 你跟我說 那簡訊是什麼 所以沒有屁用 然後還有一種是 男女朋友吵架的時候 吵架吵得很兇 你女朋友說你不要逼我喔 你逼我我什麼事都做得出來 那你知道怎麼應對嗎 那好那你去做糖醋白骨 如果吵架他很生氣這樣 你叫他做糖醋白骨要怎樣 糖你媽 會笑出來嗎 會笑出來嗎 下次試試看好不好 推薦給大家 網路上有人講說那個 跟女生做一個提醒 好不好 我們雖然女性觀眾四趴 我們跟女性分享一下 當跟你對話的人 在跟你講話的人 有雞雞的時候 他的話聽七分就好 那當這個 他跟你對話的時候呢 他不僅有雞雞 又雞雞是硬的 你聽三分就好了 那當跟你講話的人呢 他不僅有雞雞 又是硬的 而且放在你裡面 那他的話不能聽 哈哈哈哈 風氣方向盤 唯一有溫度的改裝品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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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